到那一居花蓮生活 后院路口另一头的落雨松农庄 我家就在马路路口的另外一头 然后路口的这一头呢 正准备要耕种的农田 所以呢倒映着蓝天跟白云很漂亮对吧 今天要带各位来走的地方是 这里这农园的主人很少会遇到他 因为他都一大清晨 一大清晨就来整理他的作物 香蕉啊还有微微的看起来有点类似果树之类的 然后这间小屋 基本上我搬来这三年从来没有看过有人来住过 蛮有趣的而且他是有门牌的 但是他就是没有人来住 前面这一片呢就是我说的落雨松 已经掉光了 这跟另外一个农场不一样 这一片是不同地方的 他的落雨松记忆刚结束 所以呢全部都是光秃秃的一片 住了好几年的整个生态的那个感觉都出来了 很美对吧 其实还蛮羡慕有这种环境的 就是耕种耕种的地方有树有植物有生态的水池 然后再种植一些作物 当然在法律的范围之内拥有一间农舍 我觉得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 很希望自己也有机会能够住到像这样的房子 参观一下 很漂亮 而且我觉得主人很用心喔 他就会常常来整理他的原子 所以他原子一直都是保持的很美丽 太阳出来了 今天又是一个天气很蓝的天 但是这个气候真的到下午可能就要下雨 像昨天也又开始下雨 好参观完毕了 我也该回家了 好 谢谢大家今天跟我一起欣赏这个美美的景色 那就这么结束咯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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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